直卻美國南部 塔克薩斯州、阿肯色州、密蘇里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龍捲風和風暴 已造成最少14人喪生 塔克薩斯州東部災情最為嚴重 多個龍捲風造成最少4人喪生 導致當地官員所稱的一系列廣泛破壞 有關當局指這4人都在達拉斯東部一個地區喪生 當地消防部門指另外有最少50人受傷 在鄰近的阿肯色州有關當局指 一名65 歲的婦女在阿肯色州德威特被一棵傾倒樹木摘死 在斯普林戴爾社區一名10 歲女童被洪水捲走後喪生 警方正正在搜索另外兩名失蹤兒童 他們可能在一部被洪水沖走的汽車內 密西里州高速公路巡邏隊指一名72 歲的老虎 星期六因為汽車被洪水沖走而淹死 她的丈夫曾努力拯救她,但未能成功